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GQ红毯 迪丽热巴 和最超惊艳 杨颖被赞美貌鼻祖 杨天真失策 一年一度的GQ人物盛典开启了 最引人瞩目的环节飞走红毯莫属了 这一次的GQ人物盛典明星阵容依旧庞大 不管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 都是近年来人气颇旺的 像迪丽热巴 杨颖这些女星都是顶流 明星们的造型能否扛得住观众的眼光 成了盛典成功与否的一大评判依据 从目前网友们的反馈来看 今年GQ走红毯 各路明星的造型还是蛮不错的 可以说这次盛典还是蛮成功的 其中迪丽热巴 和最的造型 以及杨颖的造型都令人过目不忘 走红毯的那刻都一秒都不想眨眼睛 迪丽热巴是花仙子造型 三亚的海风把她的完美身材衬托得一览无余 热巴手中拿着粉红色的泡泡机 真的显得非常有高级感 还不忘比划出各种可爱的拍照动作 她一边走 一边眼神扫视着周围 嘴角青阳 气场全开 气质让人沉醉 和最美人鱼造型 不管是气质还是身材 只能说不愧是超模 真的是太美美了 实在是有点词穷来形容了 只能说妥妥的人鱼公主了 当然 走红毯从未失守的杨颖 此次在GQ走红毯时也是大放光彩 一边挥舞魔法棒 一边走红毯 真的太绝了 相比以前红毯呈现柔美的一面 这次杨颖呈现了比较狠的一面 对脸眼神 又增添了几分魅力 这几位顶流的造型都蛮不错的 观众的口碑一致好评 认为演绎出了他们应有的风采 不过也有一些明星造型失策的 比如关小彤和杨天真 前者似乎走红毯一直没有出彩过 选择的衣服跟他很不搭 不知道是不是造型师的锅 还是他自己没有做好 而后者则是因为三亚的风太大了 杨天真作为娱乐圈红人经济 人脉资源非常不错 他参加这样的红毯并不是因为完美身材 而是江湖地位吧 在走红毯时 刚好风太大了 把杨天真的头饰吹歪了 而且裙子也被风吹乱了 导致他有点手忙脚乱 失去了往日的优雅 不过 他走红毯 也算是另一种风格的呈现吧 也为红毯增色不少 GQ走红毯 迪丽热巴 和遂超惊艳 杨颖被赞美貌鼻祖 杨天真失策 可以说整体上这次GQ红毯 还是很精彩的 几乎没有什么翻车的 在疫情期间能够为大家 献上如此赏心悦目的风景 还是非常难得的 希望以后这样的红毯 多多益上岸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